9月25号星期六在台中市文化资产园区举办的 重要传统艺术暨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的受证典礼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精彩的实况吧 为了鼓励文化传承 文化部在2021年9月25号举行人间国宝受证典礼 表扬了13位传统艺术保存者和一个保存团体 并由文化部长李永德颁发认定证书 受证典礼现场还邀请到乱谈戏保存者王庆芳医师 与彭秀敬医师带来精彩的表演 为典礼揭开序幕 要非常感谢各位在你这个专业领域耕耘的 而且是默默耕耘 那么大几十年 我想多的可能达到七八十年 少则至少三十十年 所以这个都对台湾无情文化的贡献 做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文化部长李永德说 每一位人间国宝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当中 默默耕耘至少三十年以上 对台湾无情文化做出很大的贡献 值得大家敬佩 他希望透过颁发奖状来表达对议师们的感谢 而典礼现场除了有精彩的演出 也邀请乱谈戏保存者王庆芳 跟香蕉司支部保存者盐玉英等多位议师 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 没有想说一句话 说吃的肉吃三十 看他看南潭 南潭就传统了 现在传统就是 张小和部长 因为这些老大人都很惊讶 厉害还是要继续下去做这样 没放下去 后面这些少年的不可以做这样 我现在都 毕竟毕业的香蕉包也会做 非常欢迎 我今天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强调 为了不让珍贵的传统技术跟文化失传 文化部还特别提出四年传席计划 让每一位人间国宝四年期间 一个月可以拿到五万元补助 一生每个月也可以领到 一万五千元补助 为的就是期盼人间国宝们 在政府的支持下 能够继续将传统发扬光大 让所有人看见 台湾传统文化的美丽 记者陈文旭 李金生 李佳金 台中报导